大家好,我是Stan 今年1月出道的新人女团Haiky 在出道不到5个月就宣布成员的退团了 Haiky泰国成员Shitala 在出道前就被泰国网友们质疑 支持独裁军政府的政治立场 而遭到过抵制 5月23号Haiky搜索公司对外宣布 以Haiky成员一起活动的Shitala 因个人原因退团了 公司与艺人本人以及成员们 长时间的讨论并判断整体的情况后 才做出了此结论 希望大家能鼓励Shitala与Haiky成员们 支持军事政权就不行 这样能早点决定退出也是不错的 不过不是也有点很委屈的地方吗 对于Haiky泰国成员的退团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韩国有一位很喜欢假扮女装的网红 她的主打系列是 假扮女装后直播骗男生们的影片 而在5月22号 她假扮女装后打开直播 骗一名40多岁的男生来自己家性交易 结果这个男生真的来了 当她来到网红家后 发现网红竟然是个男的 非常愤怒 一气之下就殴打了这位网红 而正在看直播的1万多名网友们 同步观赏了这个情况 目前警方正在追捕这位男性 然后在今天 这位网红发文表示 想要暂时停止这个系列 以后会制作比较安全的影片的 非常期待着来了 所以被骗后感到很愤怒吧 两个都活该 哇真的是50步100步疯子们 两个都是垃圾 订阅的人也是垃圾 他是为了赚钱不要命的 我反而觉得看的人很奇怪 所以大家觉得 男生网红观众们 谁最没出席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卡西文脱粉 5月23号 已兴取拿拿拿回归的卡西文 在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在日本 意大利 澳洲等全世界95个国家地区的 iGEN主专辑榜 登上了一位 而这两天 卡西文成员们对脱粉的想法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还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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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更能听到 我认识的歌曲 但我认识的歌曲 但是我认识的歌曲 哦 我们的一位 我们的一位 我认识的答案 我认识的答案 但我认识的一些歌曲 但我认识的歌曲 对而言 晓 那个 万做 如果如果说 比赛 result 我们然后 anos 行 豆腐 但切什么 оп 对于当时的部分 毫不像 对于当时的部分 对于当时的部分 真正 contar 不像 阿西克克克 一个一个都太好笑了克克克 我没有期议 所以不能脱粉了克克 爱你们卡7 千元金就用持续发表专辑来代替吧 Mark努力活动让脱粉的人后悔 哇虽然是别的粉丝 但是好喜欢这句话 真的好好笑 我很喜欢爱豆这种方式的对粉丝们执着 不要离开 不要脱粉 好喜欢这样的 ikunbox 好 Delete 今天的影片就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在 2019 啊还会 i know that the girl will never meet me i can't, I'm a man can't I'll be gone, I'm gonna be me i can't hold the hand i can't hold hands